溫哥華的官鳥活動已經進入第10年 為鳥類的愛好者及熱愛戶外活動的民眾 創造一個可以近距離觀察鳥類的機會 並且可以了解他們的雜性等知識 目前已經展開的官鳥州活動 除了帶領市民回歸大自然去欣賞鳥類之外 今年主辦單位還提供了多項的網上活動 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由史丹里公園生態協會 聯同加拿大環境部等機構部門 聯合舉辦的溫哥華官鳥州活動 已經在10月3日展開 不同於以往在春季舉行 今年活動的主辦方特別將活動改在10月 使得公眾能夠有機會 在這個特殊期間能夠走出戶外了解鳥鳥 除了帶領市民回歸大自然 主辦方也提供了很多線上活動 例如是鳥類的網絡研討會提供平台 給鳥類愛好者互相交流 當然接下來的幾天 公眾依然有機會註冊 跟隨鳥類專業人員走到戶外 近距離觀賞鳥類 在星期六將會在幾個公園舉行的鳥類巡遊 史丹里公園玫瑰園就是其中之一 疫情期間使眾多戶外活動停擺 難免會令人感到無奈 而這次的官鳥州活動 致力在於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讓市民可以欣賞到鳥 並且提升保育鳥類生態的意識 其實賞鳥是一個非常安全的活動 你可以一個人去賞鳥 或是兩三個人一起去賞鳥 不用太大的族群就可以做這個活動 這次的溫哥華觀鳥州活動 將會在10月10日結束 公眾可以前往溫哥華觀鳥州的網站 了解活動相關的細節 進行註冊以及參與 好了 今日的悠閒活動指南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